基督徒最大的盼望的是什么? 毫无疑问,答案应该是主耶稣在来。 若有人说自己是基督徒,却把最强烈的期待放在别处, 那么,无论他期盼什么,这都表示他还不明白什么是永远的生命。 主说,人到我这里来,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,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 如果我们说自己爱主,却不盼望他的再来,弟兄们,这样另有所爱是不应当的, 我们心中长存的盼望应该是如圣经所记的主耶稣啊,我愿迷来。 当然,无论我们是否盼望,主是一定会来的。 如果我们珍惜爱主,最要紧的就是为主再来做预备,我们当效法施洗约翰,预备主的道,修植他的路。 有人说,我们不是施洗约翰,怎么为主预备,修路呢? 实际上,主不是说来就来的,圣经记载主的再来是有条件的,必须要全部成就,这就需要众圣徒一起努力。 在此,我想分享一个普通信徒能够为主做的事情,传福音。 主曾明确地说,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,对万民做见证,然后末期才来到。 所谓末期救主再来的时刻,福音必须要传遍世界,被所有人知道,主才会再来。 所以,弟兄姐妹们,你盼望主来吗? 若是盼望,就赶紧把福音传给身边还有没听过福音的人,这就是预备主的道,修植他的路了。 传福音,是主非常挂念的事,以下是主亲自吩咐的话,让我们一起来聆听。 主说,你们要去,使万民做我的门徒,奉父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 你们王谱天下去,传福音给万民听。 并且,人要奉他的名传,悔改赦岁的道,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 父子样拆遣了我,我也照样拆遣你们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,你们就必得这能力。 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。 这些都是在主复活生天之前,最后吩咐门徒的话是极为重要的话。 是每一个门徒都应当遵行的旨意。 否则,我们从主领受这么大的救恩,却不为主做点什么,真的说不过去。 所以,圣经警戒我们,若不传福音,我便有祸了。 还有人说,没有神的恩赐和护照,怎么传福音呢? 其实,传福音并不需要特别的恩赐和护照,圣经中主的吩咐就是护照。 我们会说话,能表达就是恩赐。 这些信徒以为传福音很麻烦,这是因为他们有两件事没搞清楚。 首先,他们以为传福音是传讲神学知识。 其次,他们是把传福音和信耶稣这两件事纠结在一起了,想要说服人,信耶稣。 其实,传福音不是开不到会,最基本的福音很简单,就是把主十字架救恩的好消息讲给人听。 那就是,信子的人有永生,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 我们能把这句话完完整整讲出去,这就是传福音了。 至于他信或不信,以及能明白多少福音的神学知识,那是圣灵的做工,神必然会成就他自己的旨意。 不需要我们操心什么,实际上,从来没有人能说服人信耶稣。 并且,传福音还有个隐藏的目的,就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。 正如经上所说,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,因为他不信神读生子的名。 因为拒绝福音的,主的倒在末日要审判他。 无论结果如何,我们都完成了主所托付的,才对着助主所赐永生的福本。 传福音其实并不复杂,主从来不会给我们过重的担子,主的饿是容易的,主的担子是轻生的。 我们不必走遍世界去传福音,只需把福音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。 首先,我们要在众人面前显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, 比如,我车上的吊饰,家里的摆件,博司上的十字架和社交媒体账户都与基督教有关的。 这使得人们一眼就能识别出我的基督教信仰, 这就是为主见证。 现在很多信徒并不愿展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, 我不知道他们担心什么。 我们又不是生活在朝鲜或伊朗,信耶稣就要被打被坐牢。 我们当思想主说过的话,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,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,也必认他。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,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,也必不认他。 我们公开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后,对于身边的亲朋好友传福音,就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责任。 这些人是神托付给我们的,对他们分享福音不要技巧,只要爱和怜悯,他们是最好讲话的,他们有耐心听你讲,不会因你讲福音就和你绝交。 所以,我们要抓住机会拼命的传讲,弟兄姐妹们,这真的是要拼命啊。 因为帮助一个人系耶稣,就是从撒旦手中夺回他的生命,不拼命是不成的。 我们岂能做事所爱的人,因不信而下地狱呢? 并且,如果他们因我们的沉默失去了永生的机会, 那么,在末日审判时,我们的后果也是很严重。 神说,一若不警戒他,也不劝戒他,使他离开恶行,拯救他的性命,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。 我需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 曾经有一个弟兄,分享他得救的见证,因为他的一个老同学兼好朋友, 几年如一日,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耶稣,终于把他讲烦了。 于是,他就决定去教会里看一看,这一看,就再也没出来了。 对于关系普通的亲朋好友,我们就不要那么急迫传福音, 避免引发他们的反感。 当我们相聚时,如果心中有感动,有平安时,那就给他们讲一讲耶稣。 就如经上所说,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 有人问你们心中探望的缘由,就要常做准备,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 至于那些点途之交,我们可能连说话的机会都很少,向他们传福音, 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本身就是一份最好的见证,努力活出基督的样式。 他们就会因我们对基督教产生好感,那么其他人向他们传福音就容易一点, 这也算是我们为主作见证传福音了。 最后就是向身边的陌生人传福音,这是至关重要的事, 因为亲朋好友是有限的,但福音却要传给万民。 对这些人传福音,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发福音单张。 单张可以在网上买或自己打印,与主的宝贵救恩相比,其花费是微不足道的。 最好的发单张方法就是利用生活、工作的便利, 把单张发给能接触的人,只要面带微笑,与其和蔼,一般是没有人拒绝你的。 我从前依靠拉客为生,每当客人下车的时候,我就递一张单张给他,并说一声,耶稣爱你。 这样几年下来,我也派了几千张。 如果在工作生活中分发不变,我们就可以在空闲时,在居所附近找个人多的地段, 向过往的人派单张,这种方式非常灵活。 有时间我们就派久一点,没时间就派个十分钟也好。 或多或少都是在为主预备道路,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, 因为只要神愿意,哪怕是一张单张,也能拯救一家人的灵魂。 传福音,不单是主所喜悦的,更是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。 因为主不会亏欠为他做工的人,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来形容天父的怜悯与慷慨。 葡萄园的家主,在一天即将结束时,仍然雇佣那些整日没找到工作的人, 但劫工资的时候,他们得到的与工作一整天的人一样。 家主说,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,这是我愿意的。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? 所以,为主做工是有福的,我们一生就算只分发一些福音单张, 主给予的赏赐也不会比那些不倒加少。 使徒保罗说,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,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,要赐给我的。 不但赐给我,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 当然,有些信徒担心传福音被人骂,被人讥笑, 甚至在有些地方,发福音单张,还会受到警察的驱赶或承打。 但我想告诉大家,若我们传福音遇到这些事,那就是福起来了。 因为主说,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,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,逼迫你们, 你早各样坏话毁谤你们,你们就有福了。 应当欢喜快乐,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 感谢神,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有福的人。